戴茨颖强势拍落陈宇飞法新社 记者卓家评纵和报道 BWF世界羽球群回赛马来西亚大师赛 今天举行八强战女单世界第一的台湾女将戴茨颖 再度与世界第八的中国星星陈宇飞下路相逢 这是两人过去一年多来第六次相遇 两人今天全斗小戴技高一筹 中场以21比18 21比15击败对手取得对战六连胜 戴茨颖可说是陈宇飞的天敌 此一前五度交手都是小戴笑到最后 中国女单教练张宁指出陈宇飞体力不够好 以至于关键时刻无法执行战术 今天两人交手手局一度陷入拉锯 双方互有领先第一次技术暂停前 陈宇飞以11点10分小福领先 小戴后半段一度居15点18分落后 球后一球一球耐心打连下6分逆转 拿下首局换边后 戴茨颖手风越来越顺 频频打出制胜球 今天担任爱尔达体育台球瓶的包戒戴静杰森 应该是小戴有猜出对方球路 最后陈宇飞回球出界 小戴赐举21比15收下胜利 下一场将面对西班牙前球后马林 从2016年12月起 戴茨颖与中国陈宇飞和冰交孙宇与陈小新等交手 最后赢家都是小戴 小戴对阵中国女将收下十连胜 陈宇飞法新社